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今日的开市感浪 我是郑瑞 文Michelle 首先跟大家跟进 歐美股市上一个交易日的收市表现 美股做好三大指数高收超过1% 升至超过3个星期以来的收市最高位 科技 工业和金融股的升幅较大 美债资息率进一步回落 十年期美国国债息率 由较早前触合的四年高位跌至2.8642厘 舒缓投资者对利率上升的忧虑 市场焦点转至经济增长前景 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FIX指数下跌超过4% 杜瓊斯指数最多升过423点 升至25732点 收市部在25709点 升399点 升幅1.6% 标准普议500指数 收市部2779点 升32点 升幅1.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市部7421点 升84点 升幅1.2% 接下来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上升 汇控ADR教本港收市价接合上升0.5港元 原报80.05% 升幅0.6% 中移动收市价74.54% 升0.3% 中联通10.19% 升0.5% 中人寿23.92% 升0.5% 中海有收市价11.74% 升0.4% 中石化6.61% 升0.6% 中石油5.67% 升0.9% 接下来看看欧洲股市收市情况 欧洲股市高收 各类股份普遍上升 市场焦点由企业季度业绩 转移至货币政策和政局发展 意大利星期日将举行大选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7,289点 升45点 凡兰克福dex指数 收市部12,527点 升43点 巴黎Cat指数 收市部5,344点 升26点 接下来看看商品期货情况 油价方面 油价上升 欧美需求支持 加上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表示 沙特首季原油产量 将远低于产量的上限 每日平均出口不足700万桶 又说 希望减产协议今年结束之后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油组合作伙伴 明年能放宽产量限制 并建立一个稳定石油市场的永久机制 纽约旗油触及64.24美元的近三个星期高位 收市部在63.91美元一桶 上升36美先 倫敦布兰特旗油也一度升至三个星期的高位 收市部在67.5美元 升19美先 接下来看看金价 金价摘幅上落 市场观望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在国会就美国货币政策作证 从中可能为加息步伐大力启示 纽约旗金收市部1332.8美元 升2.5美元 升方为0.2% 现货金部在1333.75美元 接下来看看汇价 汇市表现反复 美国本周将公布第四经济增长修订数字 消费者信心、制造业等多项经济数据 以及联储局新任主席鲍威尔 首度出席国会听证会 说会影响美元走势 另外投资者关注意大利和德国政治局势发展 美元指数最新报89.823下跌0.1% 港元兑美元买入价7.821 日元106.84 欧元1.2334 英镑1.3971 瑞士法郎0.9367 家元1.2672 澳元0.7867 纽元0.7295 和大家看看美国国库债券的息率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86% 3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3.15% 这个环节我们请Ravi和我们跟进美股表现 Ravi早安 我们看看美股 美股昨天显著上阳 道指是升超过400点 有三周的一个收市高位 和标普500指数一样 都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都做好 另外关注到科网股 其实表现都挺突出 昨晚好像Facebook Amazon Netflix 其实几乎都已经去到大跌前的水平 隔晚的过债息率 亦是有所回落的fix 亦是2月份的低位 是否都反映大家对加息的预期 一来是有所消化 二来可能是联储局 都可能可以容忍较高的通胀 当然其实近期市的气氛有落空不少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 让美股大跌 大家都知道债息是扯高 特别是10年期债 曾经到2.9厘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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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近年最新来说 特别是10年期债 暫時來說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當然是不是這刻消除了這方面的一個憂慮呢 我覺得反而還要再看看 因為其實你說今晚才可能有短線來說 所謂少許見真章的一個情況 因為今晚來計算是鮑威爾第一次去國會作證 因為其實他上任之後 其實說實話 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比較傾向耶倫那一套 就是由他當時可能想接任或者上任之後 大家都要這樣傳 因為始終一向他都在柱國裏面 跟耶倫共事了很久的那樣東西 大家都覺得他應該比較夾一點點 又不會覺得解釋太快的那樣東西 但始終他沒有真正出來所謂說話 表態過 所以如果一旦他出來說的話 是變相人家比較英一點的 其實可能整個市場又再害怕一下 不出奇 所以這個會是所謂少許短線 可能令到市市有一個大一點的動作性的因素 而今晚始終他都會去國會作證 我們香港時間9點半 就會有他的證詞發表了 到11點多時都會作證 讓一些議員去問他 可能那些因素令到今晚美股的方向或波動性比較大 這個可能大家也要留意多些 再加上另外除了這個因素之外 其實接下來兩個星期之後 美國那邊都會再進行新一輪的一個拍債 而這個因素其實上星期都說的 就是當拍債的時候 要看看最終拍債的反應是怎樣 而令到債息會不會又再扯高 這個是大家要留意多少的地方 雖然若反對白威爾的討論作證 再加上拍債等等來計算 都有機會預期回債 在這幾兩星期的債息可能還會有機會波動一些 這個變相大家對美股的看法 都可能還需要小心多一些 雖然近期有勢就叫好不少 但這個戒心我覺得又未煮一下子就先放下 其實可能很多投資者都像Rafi這樣說 還未放下戒心先 但現在的市場上升 又沒理由不去入市 好了 說回港股 因為昨晚美股都做好了 還有A股其實昨天都是B彈上升 因為A股最近可能要開會 三中全會有兩會 預計市場應該都穩陣一點 港股應該都來康復港股 港股這兩天都已經盡上517點 今天就期止結算 之前港股都能保持反彈勢體很多 還有看到今天藍籌出業職 好像是有幫都對辦 是不是今天都有機會可能修補列口 其實現在都已經修補得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最新是在報31699 經亞時段升292點 現在升幅收集翻升204點 就是316317這個位置在徘徊 短期目標可以上網到多少呢 當然其實近期求育一樣 港股的勢力是很分不少 即是我們說只要一來美股是升了一些 當然對港股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帶動 加上你剛才說到A股 始終近期有三中全會和開幕 未來有兩會 預計往年都禮拜這些大會之前 都有所謂常說的和倫格局 變相預計A股不會特別差 就算未必升也不會特別差 所以對港股來說是比較正面一點的 所以在這兩個因素之下 其實近日港股慢慢都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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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但正如我之前也說的就是 雖然你看到慢慢升上來 但是可不可以預期有一個很大的聲浪 在之後再展開 或者好像之前例如1月份那種這麼大的聲勢 現階段來說我覺得機率性未必算太大 因為特別你看到近期升也好 其實格局和之前升市是有些不同的 可能單日裏邊的波動性比較大 可能曾經又升幾百點之後 可以一下子沒好 然後再升回轉頭 單日可以轉向幾次又可以 甚至要上來也好 其實大體的成交比較之前來說是少一點 其實也明顯有一些投資者 可能都慢慢沽望下線 就算入市也好 可能真的比較短線 短炒為主 雖然形成短即日來計算 可以是屬上落落比較大 但方向性來說不算太明顯 更多的格局明顯是這樣的 為何說叫沽望下下下什麼 當然剛才Michael也說了就是業績期 因為特別是今早上雖然有幫出業績是不錯的 但之後來說其實還有其他 譬如今天也有很多地產股 到之後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都在收養份回來都會公布業績 我覺得有機會可能大家都會等 當業績可能慢慢出得差不多 或者大部分的時間 才再考慮怎樣保處 雖然成就現在的成交不算特別大 可能只是會比較發縮發辣一點 但是甚至乎另一邊商也留意一點 就是雖然這個市場慢慢上來 但正如之前自己在其權的環節都說過 就是三月份其實例牌的波動性是多大 你不要理會是發上或發落 但波動性是會大 這個其實也挺跟回現在的實況 一來始終正在離業績期 是好是壞 大家都很不忍不忍 雖然現在偏看快樂觀 但是突然間出來的業績可能稍微叫比較落差 市又再震發一陣是不奇怪的 所以預期回到三月份 特別三月初段 我覺得那個廣估波動性都會比較大 這個我覺得是要留意多一點 但是又未至於太過差 我覺得只要下面來計算 三萬一左右 條五亞天線能夠站得勻 上面來說 我覺得都有機會試一試到三萬二這些位置 但如果真的去到三萬二這樣的高位 會不會建議投資者可以食股減倉呢 看看你的貨是甚麼位置上車 這一陣上 我覺得三萬二這些位置 可能食股減倉其實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的貨本身也很久 例如去年那些低位買下 其實沒有太大必要這麼快下車 所以還是看看自己是甚麼貨 甚至乎看看自己的磁床重不重 如果太過重 你去到三萬二這些位置 可能先減一減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始終我覺得 雖然後市低法未必太過差 但要即時再破頂 或者上回之前三三四這些位置 現階段看來的機會性未必太大 好了 剛才也說到 今天還有新地新世界 這些地產股會放榜 經價時段看到都有升幅 現在升幅都保持在這裏 升百分之零點六左右 兩隻都是 另外財政預算案 星期三28日都會公佈 暫時未知會有甚麼關於樓市措施 但預期本地地產股業績是怎樣 其實是否都可以中線部署 其實地產股業績 或者他們的股份可否部署 其實我覺得當然可以考慮去部署 但始終單純就業績 或者是剛才你說 譬如昨天宣告 因為之後又會有一個賣地計劃出來 其實你說對地產股有一個很大的反應 很多時候來說是未必的 除非你說業績是很大的一個出入 因為其實地產股很難單單憑業績要怎樣炒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去年樓市是旺的 即是你預算賣樓不差 但問題是賣樓不差之後 但是否能夠進入設帳 即是能夠進入設帳 能夠進入設帳 能夠進入設帳 當然是正常 但如果出不來 可能要遲些才進入設帳 可能這個是少許一個震盪 原來這些是要留意的地方 未必說單單業績覺得樓市旺 他們的業績一定好 一定是升的 這是有未必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又很難說單單業績是怎樣特別大炒 再加上賣地那邊 雖然現在估計有六幅地出來 變相也是那樣東西 其實每年都有這個所謂恆上的做法 其實會不會對地產股有很大的影響 除非突然間少很多或者多很多 而令大家去猜入這幾年可能流房的供應量會有很大的上升 或者很大的減少 那那個反應才會大一些 但若然不是的話 其實應該都沒有特別大的反應 所以其實地產股我會覺得都應該跟回那個可能慢慢上升的格局 一來整個市貨未必算太壞住 樓市有好各樣都好 而以來的雖然有加息層面存在 但是都有一些預期性 只要不是特別急 都是一個句 我都未必會有太大的一個震盪 所以有機會地產股都保持著慢慢去到上升的格局 譬如新地 或者新世界都好 這一刻慢慢都上了一條五月天線 短線以這些位置做個參考 我覺得只要這位不穿 都可以繼續去上網多少水位 但是你要預期它有很大的升幅 至於暫時來說機會性未必太大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都跟Rafi談到這裏 再跟大家跟進最新的指數表現 現在恆指升200點 暴31699 那滬芯指數方面 上證綜合指數暴3,323點 跌6點 滬芯指數暴4,113點 跌4點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上述股分Rafi 有沒有時間 我們稍後再有更多的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要財Money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1336.02美元 買出價1336.32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6.668美元 買出價16.6926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Hunter提供 成功 放棄搭配入價1336.2美元 入市面小樓 entr裏車 入市面小樓